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師傅,你剛講完熟羊的朋友,那是熟猫的呢? 熟馬,即是熟猫,熟猫的朋友在2015年這個年來講,可以對熟猫的朋友是非常好的一年 因為在2015年,對於熟猫的朋友,他的事業上,工作上,感情上都會大大的提升 就因為如此,他的人緣好,他也可以幫助到他的事業,工作上的事情 當然,相對的,對於他本身的財運,他的收入也大大的提升 但是,要記住一件事,就是熟猫的朋友,你的入息提高了,增加了 但千萬要記住一件事,就是要躁起錢,不要大量的揮放 怎樣叫做揮放呢?即是亂用錢的意思 是的,就是亂用錢,今天我有賺到錢,我就去卡拉OK,飲酒 去購物,購物,購物 因為,如果熟猫的朋友,你在財運方面,你不去節制,不去控制 就會影響到一個東西,就是你的健康 因為,又是我賺到錢 現在我賺到錢,我當然要去洗 大飲大食,這個意思 這樣你就會影響到你本身的健康 所以,熟猫的朋友,你記住,錢賺到了,不要亂開支 記住,就把它儲起來 例如,買些不動產,買些產業 以免日後,就令到你的收入更加提升 熟猫的朋友,對於打工一族的,千萬不要灰心 因為,在陽年來說,對於你們打工一族的朋友 都可以提升到你們本身的地位 因為,在陽年來說,熟猫的朋友 就是有老闆,就是上司 會看好你,你的機會提升 所以,打工一族的,也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千萬不要放棄 老闆,就是上司 對你的體重 那打工的朋友呢 大家就不要氣餒了 之後,大家準備要加油 好啦,那師傅,你還沒說到桃花 那小猫的桃花會是怎樣的? 至於熟猴的朋友 即是熟猫的朋友 在這個2011年陽年來講 他的感情發展呢 也是相當之好的 好像沒有拍拖的朋友 沒有找到男朋友 或者沒有找到女朋友的朋友 千萬不要灰心 在這個樣年裡,熟猴的朋友 你也有很大的機會 可以找到你心意的對著 這樣至於 要結婚的朋友 記得熟猴的男生 記得,今年是一個好時機 記得,求婚 因為今年對於熟猴的朋友 也是一個談婚輪嫁的年份 那你夠了吧